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无声处竹可真日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让我们学习它记日记的精神 告诉我们 你看看 现在只是要求你们 每天记录下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 可是竹可真老先生呢 人家坚持了几十年 每天不仅写自己的工作生活 还把天气情况如何都记录下来了 孩子们 你们也要向竹可真老爷爷学习 这恐怕就是竹可真先生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了 为了制作这期节目 我们也专门找到了竹可真先生的文集 我们随便打开一页 大家都可以看到啊 人家每天事无巨细都记录了下来 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竹可真日记 不仅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而且也是研究近代中国科技史 非常珍贵的资料 那么这样的近千万字的日记 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哪些事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当时东方杂志给大家找来了 这就是当时竹可真先生发表的文章 《论我国应多社气象台》 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回忆到1919年11月23日 他沿着长江边上散步 江面上原本是一片平静 但是到了十点多钟的时候 突然狂风大作 不到五分钟 这江水就如同沸腾了一般波涛汹涌 江上的数十只帆船突然被掀翻沉没 还有人在风暴当中丧生 所以他就特意谈到 气象预报对于军事农业以及航运 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不光如此 竹可真先生还有一个担忧 如果不能尽快地建设自己的气象观测站 国家的主权都会受到影响 在这座国际都市的繁华中 这座建筑依旧能呈现出它的与众不同 这是一栋18世纪的英式建筑 大楼中央建有砖木结构的侧风塔 顶部安装着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贝克莱风向风速仪 1872年12月 它作为当时的中国土地上最早的气象台 开始了气象观测 不过 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却是西方殖民者的船只 即便到了20世纪20年代 中国土地上的绝大部分气象台 依旧归属于各殖民者控制 1918年回国后 朱可真对眼前的现实倍感痛心 并决定付诸行动 沈文雄先生 自1962年到1974年之间 担任朱可真先生的秘书 关于当时的历史 他这样为我们描述 他觉得当时 他去气象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气象预报权 还不在我们中国人手里 还得有许家会议天文台 所以气象这个东西呢 你光是一个点两个点 是不行的 这个资料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能让气象早日服务于国民经济 这位学者不断地呼吁 中国应多设自己的气象台 然而这个计划的实施 建造气象台 为了表明科学态度的重要性 他谈到了自己亲历的一件事情 他写道 南京素称文化之邦 而去年也就是1921年10月月10时 城中各处罗生阵地 群亚以为天狗十月 南京如斯 他处更可知 此等迷信皆由于常识之缺乏 在当时的南京这样的大都市当中 依然会在月时发生的时候 敲锣打鼓赶跑天狗 所以朱克真先生 才会为这种落后痛心着急 希望尽快建造气象台 用科学的预报驱除迷信 更重要的是 开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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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月8日的朱克真日记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对这一情况的描述 这一天南京还在下着大雪 恰恰是这天晚上 他接到了刚刚投入使用的 泰山日官风气象台的电话 我们到泰山看日初有可能就会登上泰山玉皇顶东南的日官风 海拔是2400多米 在日官风上有这么一座年代久远的建筑物 这就是中国第一个永久性高山气象台 在当时想要在泰山顶上展开气象观测工作 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非常恶劣的 在这天的日记当中 先后有三四个人都因为饮用了不节的水源 导致出现了胃疼等症状 被迫送到了医院 朱可真先生一方面想办法解决泰山气象站的用水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多争取点经费 给大家买点鸡蛋和补品 正是这些举措才让这一批早期的气象工作者 能在泰山顶上坚持下来 泰山的气象工作站都这么艰苦 其他地区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朱可真很清楚 要在此时的中国建造一百多座气象台 必定会充满坎坷 但是这位科学家却从未想过放弃 西南地区的气象观测点 选择了四川峨眉山金顶 数道难行 路途艰难 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峨眉山上 更是常年积雪 天气瞬息万变 常能碰到八级以上的大风或雷暴天气 朱可真知道此行的艰难 他亲自送气象研究所的三位年轻人 登上了入川的轮船 同时他采用轮替的方式 尽量缓解大家在山上持续工作的辛苦 在得知一位观测员因雷电事故离世后 朱可真来到四川时 特地去他的墓前平调 凡此种种 总在感动着年轻的气象人们 努力坚持下去 经过数年的努力 全国包括西藏等地 相继建设了七十多个气象站 在这样的努力中 那个曾被认为不可能的梦想 一步步走向了最初规划的目标 1936年年底 随着战争的加剧 这个梦想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我们拿到了一张当年拍摄的照片 这样一张细致标明了时间地点 人物的照片 就给后世的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1937年10月25日 朱可真先生的日记 早晨9点 他来到了学校的总办公处 在有缘堂这个餐厅 做了一次题为 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讲 用了大概三课钟 后来呢 来到了禅元寺四周拍照数章 这就明确地 由文字和照片一一对应上了 照片中间的就是朱可真先生 旁边的都是当时浙大的教师 这张照片呢 记录了朱可真先生的一个特殊时刻 1936年 他担任了国立浙江大学的校长 同时兼任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 气象研究所所长 他的设想是 担任校长半年之后 就回到气象研究当中 然而抗战让这个计划彻底地被打乱了 他也由此带领着浙大的师生们 踏上了艰难的西迁之路 国难当头 这位科学家不得不放下了自己的科研 转而以一位校长的身份来服务国家 1937年8月14日 日军开始空袭杭州 随着战争的临近 朱可真开始考虑学校的出路 1937年11月11日 经过一番仓促的准备后 这大师生踏上了西迁之路 当时随校西迁的师生和家属们 又近千人 除此之外 还要带上数百箱的图书 设备和仪器 如何让人员和器材 尽可能安全地得到转移 身为校长的朱可真 担负着沉重的责任 这大西迁的落脚点 没有选择大城市 而是选择了规模相对小的县城和乡村 朱天书 朱可真先生的孙子 关于那段历史 他这样为我们回忆 确实是不想去那些大城市 一个方面是战争 那些大城市的铁路交线 正好是日军进攻的重点 一方面他也确实是想就是 相当于一边走 就一边把这个普及教育来开启名字了 为当地服务了 就是他是一个坚定的科学救国 这种思想这么一个人 这也是朱可真对这大西迁的一个期望 让大学教育更贴近中国社会现实 让学生们真正了解百姓的生存状况 这样他们才会明白自己在将来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同时朱可真还有一个目标 希望科学的火种能随着这大的西迁一路波萨 1928年 被任命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主任后 朱可真立即着手推动北极格气象台的建设 并开始规划在全国范围内的布局 中国的第一座永久性高山气象台 选择在泰山日观风上 日观风上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就连日常的饮水和食物都无法保障 几位气象员因此出现了严重的胃病 朱可真一方面不断鼓励大家 同时尽力为他们争取经费 改善生活条件 在他的推动下 其他地区的气象台也逐步建成 1936年年底 战争的加剧打断了这个计划 此时 朱可真已担任这大校长 在烽火岁月里 他需要竭尽心思 为学校的安全迁移做出规划 西迁之路非常辛苦 朱可真先生 一方面要作为一校之长 考虑到全校师生的教学和安全 同时在这种情形之下 依然会从一名气象科学家的角度 考虑如何能服务百姓 1938年3月13日前后几天的日记当中就能发现 这些天江西太河都在下雨 这样的天气也让朱可真先生 把一件事情提上了衣食日程 到江西太河不久 朱可真就了解到 这大所在的上田村这些年 每逢夏季就会遭遇水汗 他也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防洪堤年久失修失去了功能 同时他以科学的态度做出了分析 他在这篇日记当中就说到 上田村北至玉华五山 至夏季时有山洪爆发 其中宣泄全赖渠道 渠道迁回宣泄不利 如辟人工水道 使与渠道相贯通 而与老河口驻扎节制 则不防及灌溉意 因为泄洪通道不顺畅 加剧了水患的发生 找到了根结所在 朱可真组织这大的学生们参与设计 和当地政府沟通 组织民众参与建设 这道堤坝在1938年3月开工了 这是朱可真先生 在1938年6月拍摄的照片 他在照片上以小凯写道 自泰河新城之地 看上田老村 而在同期拍摄的 另一张照片中 干江码头边停泊了许多牧船 这个码头被称为浙大码头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 浙大专门设立了 干江泰河防洪堤工委 朱可真担任委员会主任 土木系的师生们负责测量设计 泰河民众投工投料 勇跃参与 终于在当年六月 建起了一座 长达7.5千米的防洪堤坝 村民们把这条大堤 叫做浙大防洪堤 把大堤旁边新修的码头 叫做浙大码头 这正是朱可真 对浙大西迁的期望 让学生们在实践中 了解中国社会现状 今天 虽然岁月的风雨 已经模糊了 这座堤坝的模样 但泰河的人们 依旧铭记着 浙大在这里留下的 服务民众的精神 在浙大西迁当中 很多老师的家眷 也是一路随行 朱可真先生 也是全家一起 来到江西不久 他的家里 就碰上了一连串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上面写到 西文初从军 对应同期的日记 可以知道 这是发生在 三八年一月中旬的事情 西文是 朱可真先生的大儿子 名叫朱金 自西文 来到江西不久之后 就提出 要去报考军校 打击日寇 作为父亲的朱可真 担心 孩子眼睛近视 年纪还小 希望他继续读书 但是孩子的想法 非常坚定 朱可真先生 在日记中 很少流露情感 这次去写道 泪满旷艺 再来看这张照片 这是1938年夏天 朱可真与儿子 朱安 在干江游泳时拍摄的 就算是在如此 简单的条件之下 朱可真先生 依然保持着 锻炼的习惯 也希望带动孩子 能养成好习惯 然而正是在这一年的夏天 朱先生的家中 接连两次遭受到了打击 1938年6月30日 朱可真前往湖南广西 为又一次的席签 提前勘查校旨 7月23日 朱可真接到了学校的电报 催他速回 朱可真在1938年7月21日的 日记的最后边 补记了这样的内容 今日下午8点 腾儿在泰河间于西斋 因患进口力去世 于于25日下午8点 回泰河时之之 乌乎悲哉 7月25日 朱可真赶回泰河 下车时 他看到大女儿朱梅 儿子朱安和朱宁 站在路边等他 那时他才得知 刚满14岁的次子朱衡 因患利己 已于四天前去世 此后 家人们找到了 这位少年的一段自我描述 他写道 我是一个好沉默寡言 而又忠直 爱自由 而又辛勤的新少年 爱子的去世 让朱可真悲痛欲绝 更重创了 这位父亲的心 以至于后来很多年 朱可真都认为 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 没有照顾好儿子 也没能及时赶回来 给孩子治病 然而 仅仅半个月后 朱可真又遭受了 另一次打击 我们找到了1938年8月3日和8月4日 这两天的朱可真先生的日记 这两天对于朱可真来说 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日子 因为在8月3日这一天 张霞魂女士不幸离世了 所以在日记当中 8月3日这一天 她特意写道 暇于上午11点24分去世悲哉 而在第二天 也就是8月4日的日记当中 还专门将自己妻子 张霞魂女士的照片贴了上去 同时在这一天 寄书日记的时候 她还不忘 在前面加上了一行小字 如果不留心的话 可能我们都不会注意到 但是仔细看就能看到 湖北黄梅尸首 也就是说 当时日寇的铁蹄 已经进犯到了湖北的黄梅 而在这一天 又为张霞魂女士举行了葬礼 朱可真先生 在妻子下葬之后 还不忘给自己和孩子 在妻子的墓前 拍摄了照片以示留念 尽管天气情好 但承受着丧子丧妻之痛的 朱可真的心理 又是何等的悲凉 但她始终没有对外过多的表露 她的儿子竹安记得 父亲只有一次一个人 在深夜突然痛哭起来 这是她就母亲与二哥去世 唯一的一次感情爆发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 作为一校之长的朱可真 甚至不敢放任自己的悲痛之情 随着战火的逼近 学校不得不再次搬迁 这是1939年2月5日 朱可真先生拍摄的 被日军轰炸后的广西宜山校舍 此前 因为浙大师生们的抗日募捐的行动和言论 日寇对宜山校舍进行了针对性的轰炸 此时 这大已西签至此三个多月了 就在前一天 2月4日 面对着草地上的一年级新生 朱可真做了 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 她说 求是精神 就是一种排万难 冒白死 以求真理的精神 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一是不盲从不负荷 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 二是不武断不蛮横 三是专心一致 实事求是 在西签中被提出的求是精神 由此成为这大的校训 即便条件如此艰难 学校的教学和科研 在朱可真先生的推动下 从未中断 而朱可真也在管理校务之余 努力完成自己的研究 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 1944年10月26日 地点是《煤坛这大》 拍摄人不是朱可真先生 也不是老师或者学生 而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 我们同样可以在 朱可真先生的日记当中 找到原委 10月26日星期四 煤沉大雨六点阴 礼本定今日回 后以此间可看之工作甚多 故岁延后日二十八走 七点在大成殿 于讲二十八秀之起源 约一小时半 当时朱可真先生正在给师生们讲解 中国古代二十八秀的起源 那么早在1943年5月 朱可真就留意到国外对二十八秀有很多研究 虽然一路西迁 但他一边走一边思考 不断地搜集资料 最终在1944年5月开始动比 六月中旬完成 他对二十八秀的诞生和发展 给出了自己的研究分析报告 来到浙大的李约瑟 听了朱可真先生 以及其他教授的报告后 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一所大学能在战火颠沛流离当中 还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让他非常感慨 因此他特意用相机 记录了这一珍贵时刻 并把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介绍给了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9年5月27日 上海解放的当天 正在上海的朱可真 在日记当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解放军之来 人民如九汉之望云泥 希望能苦干到底 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 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在六月初 他参加了上海市政府召开的 文化科学界人士座谈会 听到了科学技术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重要作用的讲话 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由的感慨 其言极为合理 新中国成立后 组建了中国科学院 此时朱可真满怀着期待 担任了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重任 新中国的建立 让这位学者有了新的梦想 一项始终未能实现的研究 终于可以恢复了 1950年初夏的夜晚 朱可真整理完资料后 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他摘下眼镜 按摩着鼻梁 若有所失地 问夫人陈吉 今年我怎么到现在 还没有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呢 怕是因为年纪大了 耳朵不好 你帮我留意听着 听见了 告诉我 夫人答应了他 不过就是两天后 夫人就听到布谷鸟清脆的叫声 第二年的春天 朱可真要到野外科考 临行前 他给小女儿竹松 安排了一项任务 按照规定的时间 观测动植物的变化规律 为了让年纪还小的女儿明白 这是一项严肃认真的科学记录 朱可真还颇费了一番心思和口舌 除了全家总动员 邻居家的孩子 也成了朱可真的小雾后观测员 当邻居家桃树的第一朵花包张开时 朱可真的窗前 就响起了孩子稚嫩的叫声 桃花开了 回到书屋 朱可真打开笔记本 郑重其事地记下了这个日子 这些平凡而简单的积累 都成了摸清雾后学规律的第一手资料 即便是在颠沛流离的迁徙中 朱可真先生依旧勉励学者们完成科研和教学 他留意到国外对二十八星宿有很多研究 二十八星宿究竟源于何时 是否向国外学者所说 可能是其他文明传入中国呢 在西前途中 他一边思考一边搜集资料 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六月 完成了二十八星宿起源的研究 度过了艰难的烽火岁月 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后 这位学者终于能完成自己的另一个学术梦想 我们找到了朱可真先生一九五零年春季的日记 从中挑选了几篇 细细一读的话 就会发现和以往有所不同的一些有趣细节 除了气温天气情况之外 还增加了一些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细节 比如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除开了天气情况还有云亮等等之外 专门写上了一句各地桃花盛开 月牙胡同苹果树包上枝叶出书 三月三十日则记录了北月牙胡同杏花开 再看四月一日则记录着北月牙胡同三号杏花盛开 院中桥木上喜鹊开始作巢 四月三日则是莲桥迎春花开 这些看似很平常的记录 其实就是朱可真先生一直坚持的 物后学的记录 朱可真先生对于物后的观察和记录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工作繁忙 但他还是想把这项研究继续下去 希望取得更深入的成果 那什么是物后学 它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朱可真就开启了关于物后的研究 他在古老的物后历中逐渐体会到了古人对于自然的感悟 这也促使他开始了对自然界的物后观测和记录 轻快的燕子们会在春分时候回到屋檐下的旧居 夏蝉的交响奏鸣 往往宣告了夏至的到来 大燕们会在小寒时节 开始整装列队的北非旅途 发现动植物们对自然变化的感知 将这些规律与农石对应 就可以服务于农业生产 这正是物后学研究的目标 中国的古人借助于物后的观察和记录 以此来确定何时耕田 播种和收获 朱可真认为 随着气候更替 古老的72号等物后历已不适用于现代 要让它真正服务于农业 就必须符合当下的气候规律 研究出新的物后学规律 那说到物后这个词 不少人都是从一篇课文当中得来的 这就是我们上学时候的那篇课文 大自然的语言 其实啊 这是当年朱可真先生 在1963年发表于 《科学大众》第一期的杂志当中的文章 文章的题目叫做 一门封产的科学物后学 中科院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帮助我们查找到了这篇史料 在原作当中 大自然的语言是四个分段小标题当中的头一个 这一年呢 朱可真与另一位气象学家 共同编写的物后学即将出版 为了普及这门学科 作者呢 写下了这篇科普小品文 整篇文章通俗生动 就像朱可真先生说的 花香鸟语 草长鹰飞 都是大自然的语言 这些自然现象 我们古代劳动人民称它为物后 到了近代 利用物后知识来研究农业生产 已经发展为一门科学 这就是物后学 在编写物后学时 朱可真就有了一个梦想 她说 现在国家建设 以农业为基础 各省市能费一点力量 依据物后学和农业气象学的原则 做出本地区的物后力 对于农业生产会有所帮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物后学出版后 立即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各地的物后观测网 也在同时创建和完善起来 1962年2月 北京颐和园建立起了全国第一个物后观测点 开始做定点的常年物后观测记录 有了这样的定期定点的观测记录 学者们就能逐步总结出符合当下的物后规律 有了样板做参照 全国各地陆续跟进 一个覆盖全国的物后观测网逐步完善 许多地方有了适用于自己的物后力 对指导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 朱克珍先生开始推动另一项研究工作 农业气候区化 气候区化在我们学习地理的时候就会接触到 亚热带 温带 寒带 这其实就是气候区化 和农业关联上之后 就是所谓的农业气候规划了 气候区化的创建 同样要归功于朱克珍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 要有针对性的服务农业 就需要有更精准的气候区化 围绕着这一点 还进行过一次科学争论 1958年8月2日 朱克珍来到青岛 参加全国气象学会理事会扩大会议 他在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在第一二组合并会议提出 中国的亚热带 批评了阿利索夫 贝尔格和谢利亚尼诺夫三人 对于赴热带的分区法 这篇日记记录了关于一个科学观点的碰撞 一些苏联专家主张将我国华北各地 东北南部 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 而且将热带北部的边界线移至南里 但是朱克珍先生明确地提出 国外的划分方法不适合中国的气候特点 特别是对亚热带的划分和中国的现实情况 在实际应用上也存在问题 1958年 朱克珍发表了中国的亚热带译文 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这些观点 正是这位学者的坚持 为此后的气候区化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7年3月 朱克珍先生来到了广州 随后又到了丛化 在这里他和赵九章 图长旺等其他几位科学家会合 那么从他这几天的日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科学家的心情似乎和这些天的天气一样 始终不是很晴朗 在这几天的描述当中 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字句 比如说 三月五日沿途建到广州一带的农场时 他就记录到 土地被冲严重 经过湛江海康县 他又写道 湛江海康建开墾第四十万亩 均婴造林 过去曾种椒 就是橡椒的椒 有若干地变成平板 一路看到的情形让他忧心忡忡 到了三月十四日 他总结这些天的考察感受 中国展伐森林 是动植物变的贫乏 植被类型有被消失的危险 海南岛原始植被类型几乎绝迹 竹可真先生 无论是在日记里面 还是在公开场合 都是以科学的态度 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他对生态环境的关注 一直延续到此后 对于西北西南地区的科考当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民经济建设 急需自然资源的支持 但中国的自然资源的家底究竟怎样 尤其是边远地区 科学资料的积累更是一片空白 在竹可真的推动下 一场全国范围的科学考察开始了 我们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 我们对我们的自然资源 还是不清楚 随着科学的发展 随着国民经济的 我们过来的正常就不发现 所以五年计划的执行 需要我们默清楚我们的家底 1958年9月16日的早晨 一辆吉普车奔驰在新疆伊犁河谷盆地 为了完成从伊宁到金河县的考察 朱可真和考察队员们六点钟就出发了 他们沿着伊犁河畔一路前行 考察沿河两岸的水土流失情况 经过赛里木湖时 朱可真要求大家测量赛里木湖周边的气温和湖水温度 朱可真则抓紧时间和牧民们沟通 他了解到 赛里木湖湖水的沿度过高 牛马勉强可以饮用 可人就实在无法入口了 赛里木湖水究竟含有哪些成分 是否能通过净水过滤后引用呢 朱可真取来了水湖 从这片碧蓝的湖水中取样 希望化验数据可以给湖水的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直到晚上七点半 他们才回到金河县驻地 整理完当天的资料时已将近十一点 这只是在新疆考察期间的普通一天 一个多月的考察中 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一刻不停 对新疆自然资源的全面摸底 为此后的开发积累了扎实而丰富的数据 在朱可真先生来到西北进行科学考察之后 又诞生了一篇我们非常熟悉的文章 也就是后来入选到课本当中的《向沙漠进军》 这其实是朱可真在1961年2月9日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它同样影响了很多人 在这篇文章当中 朱可真先生说明了这次科学考察的背景 我国决定修建包兰铁路 这条铁路自银川至兰州 要六次穿越腾格里沙漠 尤其是沙坡头段全都是流动沙丘 如何保证铁路线路不会被流沙掩埋 确保列车畅通无阻 就成为了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其实不仅仅是包兰铁路沿线 面对着严峻的流沙问题 在我国西北当时不少地区 都会出现土地沙化的情况 为此中科院专门成立了一支制沙队 1959年1月16日的时候 朱可真先生在制沙队计划会议上 专门发表了一篇开幕词 题目就叫 吹起号角来向沙漠进军 他呼吁 我们要群众一心向沙漠进攻 不能再允许黄沙黑霾 来侵占我们的粮田 毁损我们的森林 掩抹我们的成意 污浊我们的空气 人类既能把沙漠面积扩大 也就能把沙漠面积缩小 除此之外 在他的日记当中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朱可真先生对防沙制沙 就像对待其他科学问题一样 依旧是同样的执着和投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的考察日记我们发现字迹写的笔网要潦草了不少 而且竟是一些具体的数据 反倒是没有写清楚到底有什么事情 比如说61年5月24日的这篇日记 下面就有一份清单 歪歪扭扭地写着五列数字和文字 这些较为潦草的数据呢 都是竹可真先生在一路颠簸当中记录下来的 当时川西高原的路况非常差 沿途很危险 一方面要赶路 一方面呢还得拿着各种仪器 测量海拔呀高层啊相关的数据 所以一路之上都是行色匆匆 在这种忙碌的状态之下 它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 停下来踏踏实实地写下自己的日记 因此呢只能是在车上行进的途中 随时地记录了一些数据 随着对各地的一路考察 竹可真对生态问题的思考越来越深入 我们到河西走廊走了以后 他走了这一圈以后 他就提出了一个 他反对在那边大量的种树 他说你种了这么多的白杨树 看起来很漂亮 比直 但是两旁边都是 有三天人的东西 我有一个多小的 信息 对 我能够帮忙 有些多钱 houses 找到了 인력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朱可真先生已经是81岁了 这样一位老人在日记里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来看一下 197年6月21日的这篇日记 朱可真先生拿天气和自己的身体 与以往做了一个对比 他写道 晨六点起坐太极拳五分钟 我把今年天气与个人体力和去年同时相比 发现今年温度要比去年高 早晨近五天温度均在21到23摄氏度左右 而去年在16到17摄氏度 差至四五度之多 我去年此时打太极拳十分钟不决太卷 而今年只打五分钟了 从这些文字当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到 当时的气温的的确确相对于往年有一些变化 那这种变化到底是因何而来呢 放在今日肯定会有气象专家来告诉我们 大体上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出现了这些问题 而在那个年代 同样有一些气象学者说 可能这意味着要么是全球变暖 要么是我们即将进入一个小兵器 对此在1971年的时候 朱克珍先生还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 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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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在这一天他写下的日记 很简单 没有记录其他的事情 只是记录了当天的气象情况 我们会留意到 朱克珍先生的这篇日记背后 一定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字迹看上去有些歪歪扭扭 另外如果仔细看的话 在记录中我们还看到 特地加了一个词 而菊报什么意思呢 因为身体的原因 他实在是无力去测量了 只是从广播当中收听了 当时播报的数据 由气象局发布的 因此才会加上菊报二字 写下这篇日记的次日凌晨 也就是1974年2月7日 朱克珍先生离开了人世 就算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位科学家依旧保持着 极其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 他也要挣扎着 以气象的记录 来作为人世间的告别致词 我们看朱克珍先生的日记 能看到他对科学 对人生的坚定和执着 就像是他在当校长时 对学生们所讲到的 只问是非不计厉害 让我们再次 致敬朱克珍先生的这种精神 一本本厚厚的朱克珍日记 铭记着一位学者的风雨人声 和他的毕生追求 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 科学精神是什么 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 不计厉害 这就是说 只求真理 不管个人厉害 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 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才能真正以无私的心态 服务国家和人民 这也正是朱克珍日记 传递出的宝贵精神 功 古代冷兵器战场上 令人心惊的远射武器 它结构简单 却在古代战场上 贯穿数千年 从未缺席 金额铁马 弯弓银鱼 弓箭 究竟书写了 怎样的战场传奇 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中国古代冷兵器 神功利剑 解码科技史 下期不出